好 下面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PDU操作预处理 呃 我们首先呢 我们在讲满字号的时候给大家讲过预处理 为什么讲预处理呢 说一次编译都市执行嘛 减少了司法分析与法分析编译的过程 这个还记得吗 记得吧 这个是我讲数据库的时候给大家讲过预处理嘛 说有一个证号语句 要为都市执行 是不是啊 要为都市执行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说用预处理 预处理 预处理语句是prepare 预处理的名字 from 一个证号语句 对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证号语句的时候是不是看到还脸熟 记得吗 忘了 这个 那个 你可以什么呢 你可以说哎呦 我不会写了 但是呢 当我写给你看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不会写了 但是我写给你看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单词吧在哪看过 见过 prepare是处理的 我当时在讲数据库的时候怎么讲处理的 说有一个证号语句 要为多次执行 你就要多次次发分析 去发分析 多次编译 所以这样不合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预处理一下 预处理一下 那么预处理的时候呢 预处理的时候说我们先 就是 那个先 还没有执行那我先把它就处理一下 那么先是预处理 那么 用FGC去执行预处理嘛 用USING去把它引入变量 是不是啊 引入变量啊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在 4号语句讲的 那么下面我用这个PTO怎么来操作预处理呢 我举一个例子 现在呢 比如说啊 有这么几个 有 好吧 就是bank吧 现在夹子就是bank 现在我要插入卡号 有这么几个卡号啊 Dollar cards 有这么几个卡号啊 第一个 第一个是1003 1003 然后比如说这个500块钱 然后呢 这个是 扩起来啊 比如说是1004 然后比如说100块钱 好 那你说这两个吧 这两个我现在要把它插入 我现在要把它 想插入到我的这个银行卡里面来 那么你肯定你想用预处理嘛 自发分析 预处分析嘛 只要用一次就够了 如果你 如果你写两个词号预处的话 那你的自发分析 预处分析 两次了 就两次了 但是我希望预处理的话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步 我要是Dollar DSN 算了 这个就不再写了 直接拿过来啊 直接拿 哎 拿过来 CNL C 直接拿过来就行了 那么下面 我要去 这个预处理怎么做呢 来 是创建预处理对象 说Dollar PDO Dollar PDO 呃 PDO里边有一个方法叫Prepare Prepare 那么Prepare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手册啊 PDO里边 有个 在这儿 呃 在这儿 说Crepare 它反过来是什么 它反过来是什么 PDO的对象 大家看啊 看Crepare的反过来是什么 是不是也是PDO的对象 然后我们就回归到上午的时候 上午的时候 我说了 我在这儿写了 说一个PDO 表示一个 PG跟数据物质这样的一个链接 PDO Scam 呢 表示什么呢 表示参与语句或者一个相关结果器 同时呢 它表示什么呢 预处理对象 啊 第二个还可以表中去处理对象 当你调用Prepare以后 它会自动反过一个PDO Scam 的对象 啊 利用 利用那个 呃 Prepare以后 自动反过一个PDO Scam 的对象 那么下面我们就写 说Prepare Prepare 好 Prepare以后 它就反过一个什么呢 反过一个Dollar ST MT 一个 Scam 的对象 那么这里边 肯定要写一个四号语句了 写个四号语句 那四号语句要写个什么呢 写个说Insert啊 哎 Insert Intel Insert Intel 表明 表明是什么表明呢 这个Bank Values 第一个什么啊 第一个 现在 现在我做语处理的时候 有具体的值吗 现在我做语处理的时候 有具体值吗 没有 没有 要什么呀 要占卫 博 卫子占卫胡嘛 学过吧 忘号啊 卫子占卫胡 好 那么这个是 问号 是 张维胡 啊 张维胡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去 执行 啊 执行去处理 那么首先呢 你看 这儿有一个 这儿有个卡号 那么下面我来编滴一下 保议 保议 说 Dollar Cards Add Dollar Card 卡号 那么下面我怎么样把这个 把这个数据传到这儿来呢 我怎么样把这个数据传到这儿来呢 我怎么样把这个数据传到这儿来呢 实在在问题里面 这儿有一个绑定 Bine Parian 你看到吧 Bine Parian 是绑定参数吧 Bine Value也是绑定参数 也就是板定值啊 Bine Parian 是板定参数 Bine Value 是板定值 Bine Value 是板定值 Bine值 好的 那么比如说我一个来吧 比如说我第一个 一个要绑定 Bine Bine Parian Bine Parian吧 Bine Parian吧 参数 好了 第一个 他第一个探数是你还在哪个位置啊 还在第一个位置 位置从一开始啊 位置从一开始 那么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Dollar Card Card在这几啊 这是林马 是林马 夏威夺从一开始 夏威夺从一开始 但是 但是 张卫福的位置呢 张卫福的位置从第一个探数 第二个探数从一开始啊 他这儿注意一下说 张卫福的位置 好 那么在第一个探数上 第一个位置上 绑定了Card的林 那么第二个位置 Final Card 第二个位置 Dollar Card 好 这就绑定好了 你绑定好了 你绑定好了 你要执行啊 执行啊 执行啊 那执行吧 是Dollar S Dollar 执行预处理啊 用的是Exec Execute 好 那么这是执行预处理 那 好了 那么下面 执行了好几次了是吧 每次编的一次执行 每次编的一次执行 那行 那我来运行一下啊 哎 这是到了第四个了 第四个 好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看啊 刷新 进来了吧 进来了啊 执行处理吧 这是这个 绑定 绑定参数 并执行 预处理 这个呢 是方法一 这个是 方法一 下面我来 看看方法二 方法二 方法二是 Dollar Ftmt 用一个 Find Value 改正是用Bed Pairing 就是Bed Value 那么 第一个位置上 绑定 卡尔德林 好 再来一个 好 再来一个 TL C TL V 在第二个位置上 绑定 2的1 好 那么最后 执行一下 最后执行一下 当然现在执行肯定没有错 为什么呀 因为组件重复是吧 组件重复 我要把它给 删除掉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啊 啊 刷新 就两条记录 我再来 走你 好 刷新一下 你看 又加进来了 这是方法二 有个东西说 老师那这段话 没啥区别呀 这Bed Pairing 和Bed Value有啥区别呀 好像 好像没啥区别是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手册 看下手册 Bed Value 你看 第一个是参数 第二个是不是值啊 Bed Pairing 第一个是参数 第二个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取地址啊 也就是Bed Pairing 后面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它必须要是变量 因为只有变量 是不是才有地址啊 是不是 所以说 如果是Bed Value 如果Bed Value可以干什么呢 这Bed Value后面 可不可以直接放一个值啊 可以放一个值 但是Bed Pairing 能不能放一个值啊 不能 这后面必须放什么 必须放变量 必须放变量 听没是吧 但是Bed Value这儿呢 可以直接放值啊 可以直接放值 所以这是他们的区别 大家从那个 手册上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按 这是区安德夫 Bed Value Bed Value 这是一个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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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儿呢 是一个值 值 值的话 当然你可以放编量 也都可以的 你放值也是 但是如果你是这儿 按着区地址的话 那就干什么呀 这只要 必须就是编量了啊 必须就是要编量了 好 这是方法二 方法三 方法三 方法三是这样子的 方法三比较简单 如果 如果 如果书主的现后顺序 等于你的 张卫福的现后顺序 就是说 张卫福的现后顺序 如果和书主的现后顺序 一样 那么你就可以把书主 直接传到这儿来 不要万定了 直接传过来 那怎么写呢 你这么写 $ST $ST MT 直接执行XGC 把这个 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块的 把这个块的 直接传过来 说 方法三 如果 如果 张卫福的顺序 和书主的 顺序 一致 一致 可以 直接 传递 参数 可以直接传递 数足 好 那么下面我把它 这个把它去掉它 三点不要了 不要了 然后再次执行一次 走你 好 然后运行一下 哎 也进来了 好 那么这儿呢 就是绑定的 有三种方法 好 那么下面我来小结一下啊 说这个PTO 为什么要 预处理呢 是因为我 我要有多个执行相同的 这么一个操作 就多次执行 这么一个相同的操作 你比如说我这插入 要连续插入好多个卡号 和 和值 和这个余额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如果每次都要有写 一个司法分析 的话 那么司法分析 缺法分析太多了 我们能不能用一个预处处理 是吧 首先我们先穿进一个预处处理 穿进一个预处处理 但是在穿进的时候 这是没有具体的值的 最后干什么呢 我要用赞伟夫 赞伟夫 赞伟夫 这时候就司法分析 缺法分析 就编译了 编译好了 编译好以后 那么下面的任务是干什么呢 是往这个赞伟夫上传递参数 来执行的 来执行的 那么我们怎么来执行的 第一个 我们发育起来编译这个速度 编译这个速度 编译完了以后呢 我要传组绑析 一个是bina parium b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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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ium 好 所以如果呢 如果速度的顺序 跟藏伟夫的顺序 是一致的啊 速度的顺序 跟藏伟夫的顺序 是一致的 那么你可以直接帮速度 从这儿来去执行 这样的话我会简化操作 啊 啊 bina parium 这个bina p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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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是变量 可以 是变量 可以 试词 这个呢是 PTO的预处理 说的是同屋卫士张伟胡来做的 对 谢谢观看